好我们要为接下来这则新闻的主角拍拍手 这是台中是一对九岁的双胞胎姐妹 在出生的时候是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但是经过家长调养跟自己的苦练 上个月他们在日本冲绳举办的小铁人比赛 分别拿下了金牌跟银牌为国争光 在水中军姐和军鱼姐妹像是水中小角龙 抵达终点用最快的速度上岸 接下来是跑步 但一个不小心姐姐军杰跌倒了 忍着痛爬起来继续练 九岁的姐姐军杰和妹妹军鱼是一卵双胞胎 出生时不满七个月体重才一千公克 早产让他们在保温箱住了半年 肺部功能不完全从小就是药罐子 但是练了游泳之后完全不一样 以前都常常生病 然后现在运动之后就没有那个 比较不会生病 阿嬷就比较不会担心 经过一年的苦练 今年六月 姐妹俩一同参加在日本冲绳举办的 第一届海中道路小铁人两项大赛 游泳和跑步 妹妹夺金 姐姐也拿下了银牌 跑的时候很累不想再跑了 想用走了 但是 但是那个心里就想着奶奶 再帮我加油 所以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放弃 两姐妹的教练也是爸爸 训练自己的女儿特别严格 见证孩子从药罐子变成小铁人的转变 也分享了孩子得奖的喜悦 两个一个礼拜就是两次愿 两次愿 然后很固定 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到了六岁左右 发现他连走楼梯都有很吃力 走楼梯都是扶着楼梯走 一直弃喘 然后我才开始慢慢让他接触游泳这样 因为我们最爱的小孩 我们才敢让他跌倒自己爬起来 因为我们很希望他自己爬起来 因为早产飞步功能不佳 两姐妹的职号在耐力上付出更多 这一场海中道路 小铁人两项比赛中 小姐妹学会了坚持 赢得了冠亚军 记者王宥赖世杰台中报道 小铁人两项比赛中报道